洛阳 古都中的瑰宝 它沉淀了中华文明千年的智慧与辉煌 作为旧食的王都大义 洛阳美食主打一个文化厚重感 但凡开喜必须是一汤一饼有历史 一饭一菜有故事 即文化感 剧情感 沉浸式于一体的古实风尚 正在成为洛阳美食的独家标签 今天属于超原美食记的时空剧本即刻上演 传说中神都有一位玉菜厨神 厨艺巧夺天宫 闻名江湖 厨神日益年迈 有意退隐 为了传承不断 厨神设立每位三考来选定接班人 巧莉 考做菜的技巧 一二三翻 新计 考推敲食客心思 请指认 这个太贼啊 博士 考厨学设立广博 越转啊 这麻花越销 超原家族全员回归 他们将化身厨神的六位弟子展开比拼 一场厨神接班人的竞争即刻开启 让我们有请本期超然伙伴 孟克堂 孟宠俊 真是孟克堂 孟克作 蒙 физ 羊仔来人了 宋ateurs 你好 템师 漂亮 体力 踢转玩家感觉有点东西 首先孙老师一上场就是一个箭 感觉 独打的就是一个箭 黄老师不知道 自下您这位同行 有没有在您那嚼舌根 说我们 不是 他是说 他参加了一个美食节目 非常非常好吃 但是你这一次也没给我带回去 不是 咱不往回带 他不给您带来了吗 那吃吧 我自个来的 我实在馋的不行了 我也太没起子了 我在家看你们节目 留哈拉子 我受不了了 我就赶紧来你们节目 我也尝尝 各位玩家 跟大家来说说你们各自的身份 大师兄往前迈一步 看我成熟稳重 确实 好成熟 好稳重 就是大师兄 是 我就是二师兄 我呢 出身寒稳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吃苦内劳 我特别的用功 我用功到用功的什么程度 我师父都跪地求我 托儿 不要再练了 你再练我就受不了了 我说不 师父 我要练下去 这么长的台词 为何 这是我自己编子 我要练下去 我要超过所有的徒弟 我要当最好的徒弟 师父说 托儿 你不要再练了 可以了 师父求求你了 我说不 师父 我一定要练下去 这师父都是心里话 都是心里话 在这里我肯定能赢了 我就是二师姐 不是 你等会儿 这二怎么还能有俩 应该是小师妹 你听到二师哥的 但是私历上我是二师姐 师父 最疼爱的就是我 对 三师兄 三师兄 就是我了 就是 那我谁好 一看就是吃火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四师弟 我是一名侠客 梦想是行走江湖 那么我就是小师弟了 师父 师娘 俗宠我一个人 几位都有可能 会成为我们厨神的接班人 但是你们的师父 给你们设置了考核 好的 每次考核中最差的弟子 将会被逐出师门 我这这么早就下班了 逐出师门之后呢 只有通过师父设定的 基本功考核 才能重回比拼 最终痛快值 累积最多的人 将会成为你们师父的接班人 获得本期的胜利 行 猎取痛快值 可以宴请痛快星人吃饭 走菜 全季痛快值累积最高的人 在节目当中的高光时刻集锦 将会登上亚洲巨幕 西湖天幕 那在上一战呢 唐九州唐公子和善公子 留下了痛快值 那么萧公子拿到了 唐公子的三百一十分的痛快值 唐公子您就拿到了善公子留下了 三百的痛快值 康师傅冰红茶呢 提前帮厨神征集了几处 集聚古时尚风味的试炼店铺 那咱们几位就准备出发吧 康师傅冰红茶痛快前所未有 出发 这 这是什么 这是一辆马车 我喝 哇 现在这马都这样了是吗 乌公上马 谁骑过这 哈哈哈哈 哎呦 爽安 起轿了 哎呀看这 哎呦 挺颠呀这马 哇 这个红绿灯都是花 啊 那都不是小人 哎呦 真棒 因为洛阳的试花 牡丹 应该到了 大师兄先下 嘿 来这边请 那这边请来 哎你们好你们好 请各位客观 与您一起 哎呦 哎呦 怎么也回这个礼是吗 这多待见 哇好漂亮啊 国色天香 请敬国色天香 哎呦 我 这边请陪我来这边 走吧大师兄 大锅 别客气 哎呦 到家一样啊 中午就吃这个 嗯 谢谢 中午就吃这个 你为什么突然开饭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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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哦 没关系 欢迎大家参加 除神挑战的第一关 在河南的每一碗汤都要搭配一款磨磨饼饼 磨磨饼饼饼好可爱 没有这个磨磨饼饼的话 汤的口感就会下降一半 不管是油磨还是饼丝 是锅馈呢 还是抗磨 都有一款汤适合搭配 从东京梦华路中的荷叶饼 到朝顶鸡中的薄饼 河南的磨饼也在不断发生演变 但唯一不变呢 是大家对它的喜爱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作为厨师的基本要素 就是万力 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本次考核的内容 是将厨师的万力 和河南的磨饼相结合 让大家用锅来翻磨 玉菜种调和 有名声在外的洛阳水席 也有与汤水相得一张的 磨磨饼冰 玉菜种手法 爬 烧 炸 溜 抱 呛 都是间接 我们不如从肉